中秋还是没留住詹姆斯的骑士,目前对内乱合同不断,詹姆斯加蒙湖人后,其实以千万薪水以上的球员才是多达五人,2264万美元的乐福, 2000万的希尔,1640万的汤普森,1400万的JR史密斯,以及1156万美元的克拉克森,而在今日,骑士金线里对手人正式宣布,其他官网网站宣布,球队与骑士老将杰夫格林,签下了一份一年底薪250万美元的合同,而格林是上赛季詹姆斯招募来的球员,可以看出, 现在的骑士开始清洗詹姆斯的密尧,上赛季也是拿着老将底星合同的格林有着不错的发挥,场局贡献10.58分3.2篮板,而这也很有可能是骑士开始大清理的开始, 目前骑士队内的球星是乐福,虽然骑士官方没有承认,但是根据Deathletic记者Jason Lloyd的报道,骑士正在积极地设乐福,骑士方面不认为乐福可以带领骑士,在明年能够刷进东部决赛, 骑士的8号,签选中了阿拉巴马后卫赛克斯顿,这位新人场均上场29.9分钟,得到19.2分3篮板以及3助攻, 骑士高层希望能以他为舰队核心根据美国媒体透露,赛克斯顿的小技术十分出色,球风很像欧文,乐福也有可能被送走,换来更年轻的球员或者选秀拳,而不光乐福, 赛季中期来的乔治希尔,也已经上了骑士动售名单,根据Steathletic记者Jason Lloyd的报道,骑士在得到乔治希尔之前就已经表示,只要詹姆斯离开,那么乔治希尔就有可能被踩掉,乔治希尔高达1900万美元的薪水,但是他在骑士的发挥并不如预期,希尔场均仅仅能得到10分2篮板,除了这两人之外, 1600万的内线苍普森,以及贝尔史密斯,也上了骑士游售名单,不过考虑到这两人的糟糕表现,骑士很难将两人送出去,而老将科沃尔明年就将38岁,骑士希望与他买断丛而腾出心经空间, 詹姆斯的离开看起来克利夫兰在东部的王朝也结束了统治,费成与凯尔特人,谁能抢下东部老大的座椅?